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上国际的武打巨星 比如李小龙、成龙、洪金宝等人 都是家喻户晓的武打巨星 只不过后来随着影视行业的迅速变更和发展 曾经宏极一时的功夫明星事业也迅速下滑 今天就给大家盘点那些曾经宏极一时的功夫明星们背后的故事 1.樊少皇 近日,48岁的功夫明星樊少皇 罕见的现身某商演舞台 她身着藏蓝色西服 与六位白衣美女在台上演唱歌曲 歌声中气十足 还时不时地与一旁美女深情对视 十分投入卖力 虽然已经年近半百 但她的身材还是一如往日的健硕有力 只不过樊少皇所在的商演舞台 并不像过去那样有排面 舞台不仅狭窄 就连现场灯光设备 舞台后方的大荧幕等基础设施 都显得廉价和简陋 她凭借《夜问》中精彩的表现 夺得金像奖最佳男配 现如今却沦落到接这种小情商演的地步 功夫明星的败落不禁让人唏嘘 还真是应验了那句 时代抛弃你时连句再见都没有 2.钱家乐 很多人说钱家乐很幸运 能结识到红金宝和成龙这样的大腕 却极少有人知道钱家乐背后的付出 他14岁便混迹于片场 被誉为成龙的金牌提身 是红家般最年轻拼搏的龙舞虎师 钱家乐之所以对功夫电影感兴趣 是因为受到哥哥钱小豪的影响 只是他的运气并不像哥哥那样顺利 之后长达十几年的替身之路 几乎是游走死亡边缘 钱家乐入行至今已有40余载 从默默无闻的场务 再到九死一生的替身 钱家乐的前半生 似乎不能用辛苦二字了结 称他为替身之王 也是实至名归 如今55岁的他 和汤盈盈育有两个女儿 家庭事业双丰收 但这份辛苦 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如果替身有姓名 那么一定是钱家乐 三 圆彪 不知不觉 圆彪已经65岁了 但他身材挺拔 精神异异 风采不减当年 圆彪是国际巨星 红金宝 成龙的师弟 跟师兄们一样 年轻时候的他 身手十分了得 圆彪性格比较忠厚老实 不爱玩 很顾家 赚到钱以后 他没有肆意挥霍 而是拿来投资房地产 当时买下的豪宅 目前已升值到上亿元 也就是说 他身家至少上亿 他与初恋彭秀霞 结婚后育有一子一女 女儿前几年已经出嫁 儿子曾在前段时间公开露面 小伙子身材十分壮实 打扮时髦 跟老爸气质很不一样 比较像妈妈 很容易满足的圆彪 没有像师兄们一样 坚持不懈地拓展事业 90年代中后期 他逐渐减产 把更多的时间 留来陪伴家人 4.陈惠敏 近日 一组武打巨星陈惠敏 庆祝76岁生日的聚会照 在社交平台曝光 引发网友关注 照片中 刚刚抗癌成功的陈惠敏 满头黑发 看上去好精神 她的身材精瘦 脸上皱纹很少 发表致谢词时侃侃而谈 气色也很红润 看来现在的身体状态 已经逐渐恢复 陈惠敏的生日宴很热闹 多为亲朋好友前来祝贺 一直陪伴在身边的是 她的新婚妻子 夫妻俩已经相伴50多年 虽然才刚刚注册 不过经过长时间的 共同生活 早已默契十足 站在一起十分般配 陈惠敏自幼习武 还代表香港 参加东南亚全赛 并获得冠军 她出道很早 还有过混帮会和当警察的经历 在香港演艺圈地位很高 连称呼成龙都是叫老弟 当年成龙 洪金宝等人 从武师入行 还受过陈惠敏的提携 所以对她非常尊敬 五 邹赵龙 邹赵龙五岁开始习武 七十年代末 以替身的身份进入影视圈发展 外形部俗身手了得的她 很快得到洪金宝的赏识 对方招揽她成为洪家班的一员 进入洪家班后 她机会颇多 先后主演了多部电影 但发展一般 之后她陆陆续续演出了不少经典电影 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事业逐渐走上轨道的邹赵龙 也找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女 翁慧德 她曾参加港姐选美比赛 比赛结束后 参与演出过不少电影 发展还算可以 嫁给邹赵龙之后 她便淡出娱乐圈 专门在家相夫教子 据悉 她一共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以及一个女儿 考虑到子女的教育 一家人早在多年前 已经定居国外 6.梁小龙 6月23日 功夫影星梁小龙 晒出了自己做核酸时的画面 71岁的她十分低调接地气 丝毫不见老态 状态引发关注 做核酸时 梁小龙的动作十分迅速 似乎并不想耽误 医护人员太多时间 全程都保持着低调 虽然周围有一些路人 但似乎并没有人认出她来 结束后 梁小龙转身离开 这时才发现 71岁的她身形有些狗搂 脖子前倾严重 但肌肉线条却十分明显 身体看上去也很强健 一直以来 梁小龙都是一位 十分敬业的好演员 她在陈真 功夫等作品中 给无数人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这些作品 这些作品直到现在 依旧会被人拿出来细细品味 不过随着年纪上涨 梁小龙的事业也开始走下坡路 如今的她 已经很久没有作品产出了 不过梁小龙自己似乎并不在意 每天都安逸地享受着自己的生活 7.李连杰 李连杰是实打实的武打明星 他拍的影视作品 大多数是武打片 因为精湛的演技和敬业的工作态度 年轻时的李连杰 算是娱乐圈里的当后明星了 那个时候 连成龙 周星驰这样的影视大咖 都比不上李连杰 大家都知道 李连杰现在的妻子是丽智 在丽智之前 李连杰和黄秋燕有过一段婚姻 但是后来 李连杰和黄秋燕离婚了 娶了现在的老婆丽智 对于黄秋燕 李连杰一直心怀愧疚 觉得是自己对不起他 因为心怀愧疚 当年和黄秋燕离婚时 李连杰选择了净身出户 但是这也弥补不了什么 最近 李连杰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将自己20亿的财产 交由妻子励志管理 他坦言自己得了假抗病 要占别娱乐圈修养 56岁的他十分显老 看起来像70岁老翁 稠密的黑发早已不在 现在的他头发稀疏满脸皱纹 走路都要人搀扶 让人不禁感慨 一代功夫巨星 也经不住岁月的摧残 8.袁华 不久前功夫影星袁华 接受了港媒的岳阳专访 大谈自己的近况 69岁的他胡子全白 皱纹横生 老太明显 不过他的脸色红润 精神状态相当不错 袁华目前常居国外 在家弄孙为乐 袁华夫妇一共有一子一女 儿子已结婚多年 生了两个孩子 看得出来 儿孙满堂的他 生活非常幸福 9.成龙 近日 68岁巨星成龙 坐高铁时 恰好被路人偶遇 并拍下照片 引起诸多网友的关注 大家看到了 成龙大哥的侧脸照 背部微微弯曲 小肚男突出 看上去已经出现老太 果然是岁月不饶人啊 当然 成龙的精气神 一直没变过 即使到了68岁的年纪 也照样拥有霸气姿态 让人不敢轻易靠近 成龙年轻时为了拍戏 挑战各种高危动作 因此落下了不少旧集 如今的他已经年进古稀 身体状态也大不如前 网友们也是心疼不已 不过对成龙更多的是 钦佩和敬重 毕竟成龙将自己的一生 都奉献给了电影试验 10. 真子丹 7月4日有媒体报道 真子丹与老婆汪诗诗 在内地坐高铁旅游 并发视频 记录出行的全过程 大赞祖国的高铁 是最好的子弹列车 难掩激动的心情 引发网友热议 大家都知道 真子丹是出了名的热爱祖国 虽然从小在美国长大 但他很早就退出了美国旗 现在已经是一个百分百的中国人 真子丹一直把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挂在嘴边 在某次活动中 主持人称他是美国时尚国际巨星 他直接打断了主持人的话 拿着话筒强调 自己是中国的真子丹先生 现场掌声雷动 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 真子丹也特意录视频送上祝福 祝愿香港明天会更好 也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十一 红金宝 今年 红金宝已经七十岁了 变得白发苍苍 脖子上也满是皱纹 自从红金宝生了一场病后 身体就大不如前 甚至还需要坐轮椅才能出行 上下台阶的时候 也要人搀扶 当年红金宝和前妻曹恩玉 共生有三儿一女 离婚后迎娶了同样是演员的高丽红 四个孩子从小跟着父亲生活 红金宝和高丽红结婚后 一直没有再生育 而是专心培养与前妻的孩子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红金宝很少在初性演戏 而是过上了退休生活 大多数时间是跟在大儿子红天明的身边 有时候会教孙子武术 也会和好友相聚 日子过得还算充实 12.赵文卓 近日有狗仔爆料 拍到酒味露面的赵文卓 与妻子张丹璐一起出门吃饭逛街 老夫老妻约会十分甜蜜恩爱 网友们也纷纷点赞 别看赵文卓外表高大威猛 让众多放荡不羁的说唱歌手都害怕 但跟在老婆身后的她 看上去颇为乖巧 可谓是一物降一物了 没了徐克这样的伯乐 如今的赵文卓再也拿不出像样的作品 只能转战综艺 没想到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中再度出圈 凭借敬业态度再度圈了一波粉 赵文卓能够在综艺里大火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新鲜感 当新鲜感退去 还是要回归演员本业 时光仍然 赵文卓曾经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江湖 可如今江湖远去 她也不得不像现实而低头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